這是我投影片 投影片裡面有一些連結 所以如果你想點開它的話 你可以用手機刷一下QR code 或是等一下可以打開holder 這個提案是GDMintel GDMV的國際交流計畫 國際交流小組 這個計畫的起源是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們社群裡面有幾個人去了首爾參加OGP的會議 照片裡面像是我或是余婷跟志豪 還有照片裡面沒有出現的 像被TT Cat跟Stella 他們都有去 我們在那邊討論的時候就講到 你覺得跟公民科技和區域社群相關的國際事務 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像在我們過去比較常參與的國際交流 可能會去美國或去歐洲 但是其實在台灣的左邊有日本和韓國 台灣右邊有越南、北宇宾、印尼 這些都是可以交流的對象 然後太平洋對面當然還有美國 那所以我們覺得國際交流 需要有更多人的參與 因為主要是國際上有很多人 對區域社群的運作方式有興趣 那他們也有很多的資源可以分享 跟我們互通有務 而且多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的 有時候不一樣的地方 總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幾年 在參加國際交流的時候 曾經想過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場的人就會討論一下 可以做些什麼 覺得可以多做一點什麼 那實際上當然是因為去收爾的時候 有一些特別的機緣 所以我們覺得需要再多創造一些交流的場合 那所以我們就成立了G0 Intel的這個小組 Intel就是International的縮寫 所以這是一個在Slap上面的channel 你們等一下可以加入一起來討論 好 所以現在在這個坑裡面的有幾個人 一個是我 伊沙貝 然後直浩 跟EPA 那還有OCF開放文化基金會 他們本來就有國際交流小組 他們的Lulu跟阿亞也在這裡面跟我們一起討論 剩一分鐘嗎 講得非常快 好我們現在有這些資訊 有一個報告盤是一個channel board 大家可以來看 然後有聊天頻道Intel 大家可以加入 然後HackMD上面 G0 Intel這個分類大家都可以用 那我們有一些少數需要全線管理的文件 因為國際交流 我們後來才知道 有一些情況跟一般的專案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些少數的文件 是只有Organizer才看得到 如果你們碰到那些文件的話就要跟我講 好這個坑剛剛挖出來 那目前會有雙週的Hangout 線上的Hangout 那下一次會在3月22號 接下來就是每個雙週的禮拜五下午兩點 那Hangout的連結會放在Sky Channel上面 所以目前有這些坑一個是 不定期的國際交流相關Hangout 就是在線上大家一起聊天說 國際交流的經驗是什麼 或者是面對面的交流的小松或工作坊 那另外還有一些想法是比較深一點的坑 就是台日韓的社群可以串聯 然後面對面的一起工作跟Cowork 可以多給我幾秒 你再幾 一點時間 然後面對面的工作可以有 情報跟技能的交換 然後我們希望有一個G01Style的黑客棟 因為在其他國家的社群 他們的黑客棟不太是這樣運作 那我們希望可以有這種沒有主題的 然後沒有競賽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參加黑客棟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且各國的社群都可以方便參加 所以這一連串的條件 合起來的結論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黑客棟辦在沖繩 那沖繩黑客棟的日期已經決定了 在6月的8號跟9號地點回在沖繩市 那我們正在找地方 應該4月中就會確定 確定地點之後會公佈線上報名的表單 那我們目前預期是可以容納20到25個人 那但是我們不太確定場地的限制是怎麼樣 如果到時候可以多容納一點人的話 那大家也歡迎各自 負擔各自的旅費 然後過來參加黑客棟 那我們有一點旅費的贊助 目前還在規劃中 那這是我們目前定期會 跟其他國家的社群開會 討論這個黑客棟崇拜的過程的畫面 好所以我們總共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大家來intel這個slackchannel上面說說看 如果你來參加沖繩黑客棟 你去沖繩的話想做什麼 除了吃烤肉和喝啤酒以外 那我們需要擅長日語跟韓語的人 因為語言的交流聲 語言溝通是蠻重要的 那大家聽英文的不太好 大家去講很爛的英文 大家也都聽得懂 但是有日語跟韓語的話 會跟其他國家的社群比較容易交流一點 那就一起來黑客棟派吧 好謝謝就這樣 記得大家可以加入intel 另外就是其實大概每個月 我們都會跟日本跟韓國的朋友一起 在telegram會開線上會 那也請大家有興趣要參加 可以加入那個telegram的會 因為telegram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日本跟韓國人好像不太願意 是在看那樣子 對 好那接下來我要請那個剛剛過號的 是不賴 是不賴